骨折方面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骨折腹位机器人方面的 一些研发的过程 和目前的一些研究的现状 那我是创伤骨科的一个医生 那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骨折方面 我们机器人 其实刚才两位院士讲了 尤其前院士讲的千金机器人 我们也是这些年一直在里面 参与研发 那这是从另一个角度 来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在骨折治疗方面 我们机器人如何来发挥作用 那在骨折治疗里边 有两个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一个是腹位 一个是固定 那对于这种简单的骨折 我们可以看 我们通过手法的闭合腹位 完了最后石膏加板的固定 最后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愈合 而对于相对复杂一点 像这个骨骨近端的骨折 我们像靠手法就很难了 我们就要借助一些个牵引床 一些特殊的手术设备 来完成闭合的腹位 我讲的都是在微创的前期下 完了我们再通过树中的影像设备 定位来最后完成一个手术的固定 但是我们临床上还有更复杂的骨折 像骨盆骨折 我们知道骨盆骨折是 在骨折里头是最复杂的 也是对很多的创伤骨科的专家来说 都是有挑战的 因为它的解剖是不规则的 而且它的位置身周围的 重要的神经血管也是非常众多的 即使我们精细的治疗也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那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效果 我们看最后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的满意 因此我们说对于骨盆骨折 我们一定要更追求的是微创 而微创的核心 我们刚才看的病例是复位和固定 那关于固定 我们大家今天已经前院室给大家讲了 前级机器人已经完全能够做到 精准的定位和固定 就是精疲的固定 我们看传统的骨盆的 如果我们不做微创的话 大家看要拉这么大一口子 还要做这么多钢板 才能把这个骨折固定 如果我们用了前级机器人 能够准确的这个定位和固定的话 我们就很小的一个切口 而且并发症也小 但是这些前期 是要获得一个很好的副位 骨折如果不复位 我们的罗钉就固定不上 而复位是这个微创固定的这个前期 那我们现在临床上 大多是怎么复位 大家看看 我们有很多的台上 我们经常大家听说手术的柱数 柱数一柱数二柱数三 像做骨盆 我们一般有五个医生上台 其中差不多有两个医生是在牵引 大家看还有台下的医生 这样我们是把骨折复位 同时竖着还要把持着这个特殊的这针 来再进行这个微小的旋转纠正复位 大家看这个影像设备 我们都是在 像我们这 大家看这衣服很厚的 里边都穿着是牵衣 我要脚踩着这个透视 来判断是不是复位 那这个过程要长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也基本不能获得非常满意的复位 一般都是我们说 在国际上对于骨盆的复位 一个公分 就是差别差一个公分 基本就认为是满意的复位 因此我们说 这些个工作如果能交给机器人 他能 刚才已经前面的主旨发言给大家讲 机器人能克服我们人类的很多短板 我们这些个力气的活 像这个把持不稳的这些 机器人是完全能解决的 因此我说 一直是我们闯伤骨科医生的梦想 那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说国内国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但是基本上是在集中在肠管的 管状骨的这个骨折的复位 而对于复杂的这个骨盆骨折 很少有这个研究 那我们说 造成这个骨盆骨折复位 包括机器人研究 制约它的这个发展的瓶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 大家刚看到我们这个图了 我们临床上这个复位 我们用多大的力 你怎么让机器人来完成这些复位 还有机器人怎么知道 它附上了没附上 它的标准是什么 还有就是 我们怎么让机器人 这么复杂的一个骨折 让它哪个块先动 最后怎么来完成这个路径 因此我们说 总结就是这三个最重要的 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是制约着我们骨盆复位机器人 这个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瓶颈 因此我们基于这个来进行研究 我们研究的思路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临床上怎么来 治疗一个复杂的骨盆骨折 我们首先应该阅读它所有的影像学资料 完了进行正确的分行 不同的分行 是有不同的复位的顺序和复位方法 那我们把这些在在术中 实时的影像监控下 完了不断地进行这个骨折的 按照分行的顺序来进行复位 最后完成这个最终复位 我们把这个 我们现在认为是比较先进的 临床的一个治疗复杂 骨盆骨折微创治疗的一个 临床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经验 我们想贯彻到我们研发机器人的 整个的这个思路过程中 因此我们说 让机器人模仿我们目前的这个经验 如何来模仿 首先我让机器人能够知道这个分行 能懂得这个分行 同时它的力量多少 多大 它作用在这个骨块上 复位的力多大 还有它怎么知道这骨块就是复上位了 怎么告诉它 这些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那最后我们的目标 就是实现一个复位机器人 它同时能读懂影像学的这些片子 而且能掌握力的大小 还知道这个骨块到底移动到哪 它就不用再移动了 它就停止了 这样我们最终能实现一个骨折复位机器人 这就是我们的思路和我们这个目标 那真正做起来 其实我们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 确实中家反反复复遇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最早的就是在一百多个这个病例上 把这个不同的骨块进行标记 完了进行这个这个软件的处理 最后让它合成让这机器人能够读懂 就把我们医生默认的东西要变成一个这个软件的东西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测试了一百四十九个 这个现在已经解决了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我如何让机器人知道我这骨块附上了 这个是非常难的 我们尝试了很多很多 最后我们认为还是按照镜像以理论的原理 就是骨盆我们默认为它左右是对称的 其实我们也发现不是百分之百对称 但是我刚说了 在国际上目前认为就是 只要我们复位差一公分以内 基本上认为都是满意的 因为骨盆很大的 它只要差一公分以内 它功能就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测试了十种组不同的骨盆骨的类型 那精度优于4.5毫米 就是应该是达到了这个优秀的这个水平 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让这个机械臂用多大的力 我们在20力的这个临床 这是我们常规作用数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些测力的这些工具 就是我们看看真正的 我大夫在复位的过程到底这力有多大 我们测了20个 我们发现软组织约束的力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而真正的力量大是骨块顶上了 它过不去了 这个台阶过不去了 那我们临床医生是我就绕一下 或者上下牵引带 松一下这边瞧一下 可能就过来了 但机器它不懂啊 它一碰上它肯定就不走了 因此我们这几年也是碰见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走不动了 我们设计挺好的 但是它我们知道现有的机械臂最大的是 160公斤 160牛 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的胳膊可能比这个机械臂的力量要大 因此它就走不动了 因此我们反复地在调整 现在基本上我们验证 就是让它有自我学习的过程 它这次不行了 松开 从现在走另一条路 我一定要把这个坎入 对于特殊的一些病例 我们可能要 医生要帮着 你比如说有拖位的这个 那机器人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我们可能要先把这个大的拖位给它 纠正了 这样它才能完成腹位 那再一个就是 我们三维的这个 室中 室中的配准 最后一期化 大家看这是我们最近 在益庄的这个实验室 我们在做的这个 这个Cadaver的这个实验 我们已经能基本上 获得一个 接近于这个 两毫米误差的一个腹位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 就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实验 包括我们的制钉 所有的把持钉 都是利用千机的这些原理 在导航下打的 打得非常准 就刚刚前院是讲的 这个钉子打得准 也是它把持很有力 要是打得不准 负了半前院的钉子 从骨头里豁出来 我们知道骨盆的骨头很薄的 豁出来这手术 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因此每个环节 都要求非常准确 那我们自己这个 在不断的研发中总结 在让机器人 能很好控制骨盆 活动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持住 建策的骨盆 因此我们在建策 就是不是断的这边 也要把持住 这样让人和这个床固定为一体 这样它机器人真正的是 就是我们刚才看两位院士在讲 我们包括呼吸都会对我们有影响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让它一侧 相对的是不动的 这样我们用的这个把持臂 我们这个把持臂 我觉得现在也是 最大的是25公斤 其实我们发现碰点临床特殊的情况下还不够 因此我们在这块 我今天看见签证行跟什么司灵在签约 我们希望以后在这方面 我们也能获得一些个好的支持 就是把持臂这块 其实我们要求还是很高的 那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这一块 骨盆复卫机器人的研发过程 和现在的进展 我们马上要做临床的这个实验研究 我相信我们 像今天的我们这个论坛也是非常好 我们各个领域的这个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这个知识 最新的科研团队 一共这个合作 那一定能在这个临床上体现出来 能让这个我们 我今天说的我们创伤骨科的 真正的微创化 能获得这个实现 让我们一个梦想能够实现 让更多的厂商患者受益 好 谢谢大家